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代人又该如何运用顶挂的智慧来应对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将严明我们一起感悟一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格顾顶心 我们从下雨开始 顶就成为什么 成为田子的宝器 最下商周三代 天子他一定要把顶列在黄庭里面 昭告天下 我是问顶中原的胜利者 天子的意思就是说 我是接受上天的命令来替人民服务的 可是这很有意思啊 到春秋的时候 那些诸侯啊 完全不把天子放在眼内 很奇怪的 顶不见了 所以战国后期那个顶就不见了 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他找不到顶 找不到顶他又称始皇帝 这个麻烦呢 就表示秦始皇是第一个没有接受天命的天子 所以他十三年秦始皇就灭亡了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巧合啦 可是这里头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想法 顶 至少在我们中华民族人的心目当中 它是个重宝 顶 它可以说是最大的锅 它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你要能够把民生做好来养民 不管你人有多少 我里面呢 要把烹调做得好 色香味集全 量还要够 所以革命呢 如果最后不能改善民生的话 那老百姓就很失望 格瓜跟顶瓜有什么关系 就是格固顶心 你格固只是手段 不是目的 目的一定要摆在顶心 格是什么 水火相吸 我这个水 想把那个火灭掉 你那个火 想把我这个水啊 把你烘干了 蒸发掉了 它是势不两立的 但是顶瓜刚好相当 顶瓜呢 它里面一有火一有水 火大家很容易看嘛 上瓜就是火 那下瓜是风啊 哪里有水呢 你看初六 还有六五 你把当中这三个羊窑 看成一个羊窑 它就变水了嘛 告诉我们说在一个顶腹里面 你有很多食物 下面烧火 你敢不在食物上面加水呢 它就烧焦了嘛 最后就不能吃了嘛 所以你里面 无论如何要加水 火越旺 水就要加得越多 那么大家想想看 只有火 没有水 这个食物烧不成 现在我们好了 把食物放进去 然后加水 再加水 下面没有火 能烧吗 还是不能烧的 因此呢 它缺水也不行 缺火也不行 这个告诉我们 水火本来是相克的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变成相省 序卦论说 格物者 磨落点 你要把这个 里面不管是食物 是动物还是植物 它本来是生的 你把它变成熟 它本来是坚硬的 你把它烧起来柔软 本来不能生吃的 现在熟了以后 它差不多强了要吃 这就是变革 你要变革食物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就是把它洗干净了 切好了 还要怎么样 还要把比较不容易熟的 放在底下 比较容易熟的放在上面 你如果颠倒过来 你就惨了 下面已经烂了 上面还没熟 那怎么吃啊 所以你不要小看 好像说棚条是很简单的 谁对或为 谁像纳安 它里面有很多 值得我们探讨的地方 但是大致上讲起来 格物的东西 没落顶 只有顶最方便 最有效 最安全 所以会在格挂之后 受于顶挂 就是这个道理 在古代社会 顶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烹饪器皿 它还是权力法治的象征 天子会把治国的法律条文刻在顶上 甚至还会用它 征刺国家重犯 因此顶需要慎用 否则就会误国害你 然而顶挂的挂词却说 元吉 亨 如此吉祥亨通的境况 究竟是如何达成的呢 我们来看看挂词 元吉 下面还加上一个亨子 所以很多人就怀疑 这个吉是不是多余的 就元亨就好了嘛 怎么元吉 亨呢 其实啊 吉是吉 亨是亨 吉是人民幸福 那为什么加上个元呢 就是说革命完成 不仅仅是领导一个人 他获得好处 全民都获得好处 你棚条 那个香气是意 然后你什么都给人家分享 你拿来吃几个人吃 旁边人会怎么样 是不是你才吃两口他就把你抢掉了 所以元吉啊 是讲人民幸福这方面 那亨呢 那亨呢 亨是讲你的政令可以通达 那你搞了半天 你讲的话就几个人听 你要他们这样 外面的人根本也不知道 也不想应 他也不照你 那革命还是没有成功 所以元吉跟亨呢 他不矛盾 断词怎么说 顶相也 顶就是挂名 顶这个挂 它是取权相 顶最下面这个透空的部分 就代表出六遥 为什么它不能是出九 因为它要透风 要生活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顶竹 九二 九三 九四 它合称为顶腹 就是装食物 加以烹调的那个容器部分 上面有两个耳朵 这个叫顶耳 在还没有烹调以前 还没有加热以前 我们靠顶耳就可以把它移动 甚至要洗顶的时候 也可以靠顶耳来把它裙倒 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当它熟了以后 它很烫啊 因此就要顶旋 它可以帮助我们 把烹调完成的东西 把它扛起来 然后带走到需要用的地方 所以六五是顶耳 上九就是顶旋 那这样整个的顶 它就完全跟我们的卦象相吻合 所以叫做顶向也 就是取其全项的意思 以木迅火 底下要烧火 那么最早那时候也不会用煤 也不会现在是用瓦斯 更不会用电炉 那当然用木头嘛 因为木头最方便了 可是火呢 火它是沿上的 所以你就顺从这个火性 然后你在这里 风是帮助它越旺 越旺上去燃烧 然后这里它会加热 使得里面的水 温度慢慢高起来 然后就把里面的食物 把它改变它的性质 改变它的状况 使我们吃起来更可口 当然现在我们又加上更有营养 烹饪也 所以就是后来就发展出一套 中国人是世界第一的 到今天还没有人否定的 就叫做烹饪学问 叫烹饪学 其实老子也告诉我们 你如果会煎小鱼的话 你就会治大国 表示烹饪的道理 它是可以引用到很多地方去的 商朝初年的咸相依隐 同时也有中华楚祖之称 它从烹饪之道中 总结出了许多治国之道 最终辅佐商汤建立了商朝 大忌调和鼎乃 宏土点染江山 这幅对联也说明 烹饪与治国之间 有着道理相通之处 那么易经中的鼎卦 又会从烹饪中 发现哪些治国 平天下的道理呢 圣人喷以想上帝 这里所讲的上帝 跟基督教所讲的上帝 是两码事 这里所讲的上帝就是天 那天是什么呢 天就是自然 圣人他要祭天 为什么他要祭天 就是告诉大家 不是我聪明 不是我自己创造什么东西 我只是体会上天的意识 然后把他的道理说出来 如此而已 不像现在很多人 动不动 这是我的专利啊 这是我的创建啊 你们不能用啊 人家不能用 那对你有什么好处 圣人是什么 圣人就是我会观天象 老天不说话 但是他有的像 这些像就是在告诉我们人类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要给什么因应 可是一般的老百姓 他是低头族啊 他忙于讨生活 他忙于工作 他很少有时间 把头仰起来 观天象 再说难听一点 他观那边天 也管不出所有人来 所以圣人的责任 就是把大家看不懂的道理 把他说出来 但是 不能够违背 天意 不能够违背自然规定 这就叫义经 而大喷 以养圣贤 大喷是很丰盛的食物 那君王呢 他就应该用大喷 来表示尊敬 这些圣贤 所以为什么中国人 吃饭他都讲究 不吃戒来食 就是你不尊重我 你叫什么 过来过来 吃饭 我宁可饿死 我就不吃 圣贤 如果你没有 大喷 他是不接受的 就并不是说他挑剔 也不是他自大 不是 而是他认为 你尊重我的话 我才可以 施展我的报复 如果你根本就不尊重我 那我来这段了 我搞到半天 还听你的 还受你利用 今天的话叫做白手刀 你要做的 不便室是我 那好处你拿走的 那坏处 不骂我 那我干嘛 这就是诸葛亮为什么当年 他一定要等到 留备三顾毛鲁 三顾毛鲁就是 大碰一眼圣贤 否则他不下山 训 而耳目聪明 训 是指谁啊 指那个六五 六五就是说 革命已经完成了 你要做一个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 有制度 有体制 能够持续性 长期发展的 那个君王 而这个君王呢 你要怎么样 你一定要耳臭目明 知道哪些是 真的顺强 哪些是假的 这个时候 你才有办法 柔静而上心 就是说 他六五 他不向下 跟九二 去相应 虽然六五跟九二 他是相应的 但是这个时候 你如果 往他里面去相应的话 你就会 把这个顶线的位置 重要性 给拂留掉了 因为他们是国之大老 所以在顶卦 他特别提醒我们 柔静而上心 就是说 你六五 你宁可去跟上九 去亲笔 你不要老看了 这个底下的东西 也许底下东西真的好吃 但是你餐面 吃饱了就好了 你不要老一直吃 一直吃 那你的工作 没有办法做了吗 你不能施其亲 你要尽重圣贤 这是顶卦 一个最特别的地方 所以中和应付刚 它特别晚上才叫应 是以缘恨 这样的话 这个老百姓 才能够普遍地得到幸福 为什么 因为你好不容易 革命成功 政局稳定 你那些社会上有声望的人 你要尊敬他们 让他们从旁帮助你 你就很快可以安定这个社会 我想这也是历史上 常常见到的东西 大象传 讲得更清楚 墓上有火 大家看看 下面是迅卦 迅卦就是墓 迅是八卦之一代表风 但是已经 《说卦传》中提到 迅为墓 迅五行属墓 因此顶卦的卦象 就成为大象传中的墓上有火 那么人们看到这种自然现象 应该从中觉到怎样的精神呢 木头上面有火 然后这个火的热传上来 传到这个顶的腹 顶的腹里面有食物 然后就把这些食物 充分地把它盆调好 还叫顶 然后打开来 打开来就开始分而十字 那这等的功效 就发挥到精致 顶 他自养 又能养人 这还不算 对不对 你搞了半天自己都没得吃的 你愿意吗 一次可以 两次可以 三次你就不干了 搞了半天你自管自己吃 那别人会帮助你吗 他就来偷你 就来抢你 就叫你不安 你自己养自己 你还可以养别人 这就叫分享 那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那你会不会觉得还差一样 差哪一样 几天 几天以后 大家分而十字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拜过神明的祭品 拜过神明的食物 当天要吃完 隔天就臭了 就不能吃了 这什么意思 就是怕你啊 去祭完天以后 你舍不得 跟别人分享 你就留得慢慢吃 慢慢吃是不是食物或坏呢 其实也不一定啊 有的食物 尤其在北方的话 很快就冷了 它天然冰箱 它不一定会坏了 而是说 你就会引起众人的厌恨 甚至用暴力来抢 那你也保不住嘛 你连顶都保不住 你这政权还稳定吗 一经六十四卦中 丙卦位于阁卦之后 象征着革新后 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 此时君子应该正位宁命 就是摆正位置 凝聚力量 以完成自身使命 这个道理在古时就提醒人们 君王的使命 就是任用圣贤 而圣贤的使命 就是遵从自然 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改善民生 使百姓安居乐业 然而电挂蕴含的道理 对于现代人的生活 又能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杂挂乱 它讲得好 云取心也 云就是要什么 要把它翻心 这翻心 其实有好几个用意 第一个就是说 你这次顶用完了 请问你要不要洗一洗 你不洗啊 你久了以后 它里面的食物会变质 就会长很多细菌 你再把东西添进去 那么糟糕 所以你一定要洗一洗 洗得像新的一样 把旧构统统清除掉 然后再放成新的 再好好捧条 所以我们现在都说 创新创新 其实跟格固顶心 有一点点不同 实际上我们古代所讲的心 它是含有 一次比一次好的意思 而不是只纯粹讲 一次比一次心 你看我们棚条刚开始 也不会选材料 大蒜就拿大蒜来 猪肉就拿猪肉来 后来慢慢有的经验才知道 有的大蒜是吃起来很好的 有的大蒜太粗了 猪肉哪一部位比较好吃 你要有经验 你才会慢慢的考究 所以心是说 你经验丰富以后 你会越来越好 所以我比较喜欢说 叫创上 改善 而不太说创新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一般人他们不太用脑筋 创新专心 新的就是好了 所以你看现在只要是新的 大家就强能买 买回去再抽吧 哪一顿 就是当代毛病已经出来 你把衣服搞得没办法 然后妒忌员露出来 你把鞋子搞得没办法了 既然卖鞋子用个磅秤 看看谁最亲 你就买 这都有一点疯子的味道 这已经不是正常人 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年来 我们很盲目的 我们也不知道 不是真的有意 去讲什么 求新求变 讲什么创新 讲到最后 真正好多东西出不来 就这些乱七八糟东西 你不知道怎么去收拾它 所以你要创新 我不反对 你要去看这个顶挂里面 最要紧的是什么 就是四个字 李贤下士 真正的人才 你要扶持它 乱七八糟的 半浓水的 响叮当的人 你要提防 甚至还要适当地防止它 这才是顶挂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关键 所以我们下一次 就要从六个窑来看 顶挂告诉我们 如何的礼贤下士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